这样可以慢慢夹起 这间就是蜆汁 这边吃的时候有脆的 又有不脆的 即是鸡、羊山鸡和田鸡 我们今次试试鱼甲 狗的路边鸡 70元半只挺好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市宫 我楼上就是博后富基广场 今集影片是会在附近拍摄的 之后这条街旺了很多 这里就是进入市场的一部分 我们打岁前哪个牛杂档 看看有什么好食物 这里是什么 烧美香港 港式烧美 圆华 不知跟圆华有没有关系 就是打工夫的那个 真是不知道 这里又有茶餐厅 香港茶档 来就是卖饺子 和便利店 披萨店 这里旺了很多 便利店 是的 这些地铺 楼上就是富基广场 就是这里了 这里就是吃牛杂的地方 已经开了 今天是帅哥 负责 拿剪剪 拿剪剪 有两档 都是下午4点 5点钟 放学时间 就开工了 应该刚刚开工不久 先牛杂 我们很久已经没有去方村 吃过牛杂 这里又方便又快 几开心 今天不吃了 我们先走走 都是本地街坊的味道 我们之前吃过一次 味道不算很浓 这里就是市场的一部分 这里附近市场特别多 既有这种半户外 又有室内 室内那里也挺好走 我也是早上过来这个市场 当时会热闹点 现在就好像没有那么多人 因为5点钟都未够 该收工的都未收工 早几天我们就去龙津路市场 买了两大袋 所以应该都不会买很多 因为就来星期六 我们都可能会外出 到时再说 前边有香蕉 就是这种横街宅行 这里就叫民主直街 不过话虽然如此 虽然热闹 但是在海珠区 即是旧区这边 这几个市场 这里反而不算热闹 我觉得最热闹 应该是蝉口市场那边 接着 龙肚尾不知现在如何 我们很久没有去过 因为那里改造过 真的 找人去看看 下星期去龙肚尾那里看看 其实走到这里已经走完了 再出去就是牛奶厂街 那边 新年就到 准备买例是封 10元5盒 每盒有18个 就有些徽春 一些印好 这些都不会太贵 这次来这里 好像是夏天 即是跟老婆来的时候 这里还有一个早餐当 很划算的 不过就 现在当然是休息中 3元5元 店又有 这里也是 不过地方就小一点 譬如说 猪肠粉4元 有时早上经过 肚饿 可以在这里坐下 吃早餐也可以 还有豆腐碟 我想买 有没有 豆浆 今次喝到 3元 早餐经过最好买 一杯豆浆 1元半 抵任 这里还有很多腐竹 这些吃火锅 好 嗯 嗯 嗯 既有新屋 又有旧屋 既有旧屋 旧到很离谱 之前和老婆说笑 好像打仗 那些 不是说面前这间 这里过去 那几间旧屋 很旧 我们想过去 小港市场那边走 然后 看看附近 找人走 吃什么 习女还没吃 也好 回到地铁站上 哪里有煲仔饭 这里停车 1000元月保一个月 算是这样便宜 便宜 算便宜 在广州便没有地方便宜 是的 在广州停车是很离谱 这些可能要交车车 何时被停车厂的叔叔 我不知道 应该不用 应该不用 这部刚刚停了 之前我说 那些很旧很旧的那堆 就是这堆 有没有人住 应该没有人住 还写着不拆 嗯 那没有人住又不拆 怎样 有人住 有人住这样的 民主街 哦 这个叫民主街 所以我可以选择不拆 是的 不拆 这些有人住 又有冷气机 这几间还不算舊 在这里走出去 那几间更舊 看旧屋 我们是有点热饱 所以到处走走 有人住 这几间未舊 前面那幅墙走的那些舊 这些更舊 比西关更舊 只不过这条路 整得很阔 例如这一栋 多久 像不像 原封不动摆回西关 就是那些旧屋 但偏偏旁 就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和一栋一栋的高梁大厦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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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走到这間柴房间 有人住 有人住 那一层都是人住 被那些工人在这里住 哪有掛衣服 以前宿舍 還有一些薯巾 如果想看 廣州可以拍照 拍得到一幅最難的房子 應該就是這裏 我們走過這麼多地方 老城區那些 很有印象 荒川陸居路有一間 不知如何拆了 還有在盤覆路也有一間 但如果只從影相來說 這畫面是最震撼的 在這裏走出來就是小廣市場 小廣路市場還是小廣市場 就是這裏 我們進去市場跨小廣肉菜市場 我們又來到這個市場 早上又是這麼熱鬧 傍晚又是這麼熱鬧 在有室內市場裏面 這也算是走得挺舒服的 又不會太貴 來到這個時間當然是多人一點 差不多到5時31分鐘 最開心就是買燒烤回家吃 最佳的出品記號 又有水果 又開始見到這些 金賣的大金 7.5元一斤 很好吃 很多汁 還有有些蔡蘭有名 實價很漂亮的白菜 5元一斤 蔡芯也是5元 廣州蔡芯也是5元 但不知蘿蔔為何是3元 西洋蔡也有 這邊就賣光雞 肉類不見太多 我們來這裡之前買過東西 就是買麵包 他們的麵包挺好吃的 就是在門口那裏 應該叫國強 還有青瓜 但是已經跟夏天比 那些賣相差很遠 現在3元 因為可能近居民區 所以在這個時段都算熱鬧 但是附近上班的人多 例如有3.5元 前邊就是賣菜 2元椰菜 也不便宜 剛才我還不停在這裡說 說這邊的菜便宜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賣了 還有竹蔗 我們買慣龍樽道市場 那些真的不容易出售 早幾天買那個炸魚皮 超好吃 這裡又有鯉魚滑 但是沒有炸魚皮賣 鯉魚滑 這裡發現有一個半戶外 有一個這樣的市場 好像之前未來過 我先走一走 好像還熱鬧過室內 這些是3元一斤 菜味一樣 薑 還有這些不知甚麼物質 燕菜 毛毛樹 蒸熟了好吃 青椒 都是一坨一坨擺在這裡 慈菇 又有薑 大黃薑 它的色有點不同 這個是紫薑 好像是 竹筍 為何我們沒有印象進來 但是又好像 好像是曼黑 哦 曼黑沒有那麼多人 旁邊這裡就是中學 好像是多少中學 不記得了 26 好像是 這裡賣 蠶絲 10元一斤 我的皮 市場簡單走過了 不如現在去吃東西 去吃甚麼 去吃 去吃煲仔飯 你見到一個比較老派的蛋糕店 唐沙翁是多少錢 唐沙翁 2元一個 給你兩塊 2元一個 買些明天早餐 不過家裡還有麵包 又有很多東西吃 還有甚麼 腰果餅 腰果餅 吃不吃 不想要 反而要 菠蘿包 菠蘿包 酥皮包 酥皮包 有沒有餡的 沒有餡 有 我要沒有餡 要沒有餡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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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再來上邊 還有 散散 我們叫酥皮包 就是菠蘿包 還熱的 熱的時候最好吃 可惜 太飽 真的好飽 否則就現在試一下 熱的時候最好吃 留下早餐 我買了一包 我們繼續行 這裡叫小港路 都是賣裝修用品 門窗的地方 繼續往前行 應該是南華西 好像是 我不太記得 老婆想吃東西 那個餐廳在前面 我想吃的東西 那個餐廳又在前面 不過是不同的一間店 再來 這裡已經有很多 這些 威脅出賣 不是南華西 是南華中 大概是那個位置 很久之前 很久很久之前 那時候應該是 在對上一年的農業新年 好像是 在對上一年 不是對上一年 當時就跟老婆來吃過煲仔飯 我最記得老闆說 有得吃都已經算很好 那時候 還要加收1元 老闆自己煮的煲仔飯 都挺過癮的 看看今天有沒有開門 這條路真的多 那些陶瓷 對面賣陶瓷 在市中心好像這樣已經很少了 南岸是其中一個 賣陶瓷、門窗、裝修 好像做了很多年 如果以往 在河北海珠橋過來 一下來就會見到 經過芬沙街之後 就到這些裝飾材料的店 要裝修 就來這裡選擇 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多 那麼方便的 去買裝修的 就是批發市場 對面有賣陶瓷 又有衣櫃 就是在這些老城區的 盲街宅行裏面 我們又回到南華東 跟正一下 剛才我說南華中 其實應該是南華東 都是海珠區最舊的屋子 還有海珠區 一個這裡和福西 都是比較多騎樓的 一多騎樓就說明 這裡夠 我就想去梁家菜館 在這裡一直走 至於老婆 就想去吃煲仔飯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亦都是這樣一直往前走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去到門口看看 喜歡哪間就哪間 煲仔飯有位的機會 就大一點 那個梁妓應該已經沒有位 據說 不過是否這樣 我們只是在社交媒體看回來 就是我的豬朋狗友 踢完球 以前說來吃宵夜的地方 對面紅機美食 我們又吃過了 有個朋友跟老闆很熟 坐下自己去拿東西吃那種 滾足 最後埋單 然後又有這些舊的店 收單車 街坊坐在門口 這樣出水 來吃吧 去吧 去吧 經常在想 銅泰腸粉 這裡也有叫 究竟跟那間銅泰腸粉 有沒有什麼聯繫 但是關門的 我們要吃煲仔飯的店 就是這裡 現在已經有人吃東西了 這樣坐在外邊 就是一隻貓 煲仔飯我們看過了 我們看了梁家菜館 那裏要吃豬大腸的 就是因為今天飽飽製製 所以就不吃而已 走走走這裏 老字好 就在前面梁家菜館 這條街其實有很多東西吃 雖然未至於像龍津路 因為始終是河南 對 總之就是那種鴿鴿 只不過沒有那麼旺 龍津路就旺一點 因為這裡有個荔灣門 對 就是這裡 最有名是豬大腸和紅燒乳鴿 如果沒有位置坐 又要坐出門口那種 其實這些天氣是最好的 只可惜自己不想吃 今天飽飽製製 就是梁家菜館 沒有的 我手上只有兩間 是的 而且你猜不到米芝蓮 是的 這些就信得過 這些米芝蓮你就可以試得過 是嗎 是的 米芝蓮 你看到它的牌 我就看不到 但我看過社交媒體 再走到這裏 就是通往紡織碼頭的方向 在這裏轉左就是紡織碼頭 如果到時候行花街的話 海主區行花街 會從這裏回來 就很近 挺方便的 還有這個叫動漫的產業園 再走過去這邊就沒有甚麼行 沒有那些老城區的感覺 因為南華東 南華西 這裏是盡頭來的 上來這裏 梁家菜館 飯店 在二樓的 比西關還小 我印象中西關最 環境比較小 我印象中西關於華桂路的兩間 這裏最小 我們分佈了一間房間 其實還有其他客人 樓下也有位置 樓下還有三張桌子給我們選擇 雙人桌子只剩一張 而且我們不是很硬來 習慣得長期要排隊 坐在路邊吃 而且已經證實了 是米茲鏈 2021年 這裏最有名是乳甲和大腸 冰花遼亂獨餐牌時間 梁家菜館 他們這裏最有名是乳甲 紅絲乳甲42 老鼠乳甲42 如果只有這兩 如果跟老鼠之間相比 那當然是選擇紅絲 但原來還有很多選擇 再來2022年 米茲年 不得知這更厲害 比我更老 始終於980 未必 跟你一月一樣 差不多了 8月 我不知道人家幾月 再來 這裏也很出名 但我們今天不會吃的 是88元大腸 他的做法不像 輪甲 龍鐵路 他是不是切開了 他肥 磚 theirs不是膩 沒有這麼大的負擔 剪開 然後雞 雞也不説 是廣州吃雞 不會令人失望 我意思是會吃 5872隻 也不算太昂貴 再來繼續 烹飪 兩年也不會說 exciting 但是都是家常的汤 68元小中 再来就开始是广东菜 姐姐田鸡 人多这个好 不过近期姐姐田鸡 姐姐炒扇变也好 这个又摆上去 不要鸡我要你一个 或者不要乳鸡 不要乳鸡?我宁愿要乳鸡 鸡不要乳鸡 再来还有串销白线 不要乳鸡 不过时价应该不便宜 还有炒花蟹 炒花蟹 炒烧白线 不要让它停止 这些很传统的粤菜 一看就知道什么味道 比如像这个鲁鱼 刚才我们考虑过 酸辣菜 酸菜鱼那种做法 58元一例 这个真是人少 可惜胃容量有限 后面还有这个 姜葱炸鱼鸡 48元 这个又摆了购物资 刚才我们已经看过餐牌 如果和朋友来 可以试试虾酱豆角炸鱼鱼酥 这个也是我喜欢的 黑穒酱豆角炸鱼鱼那样 材购物资 但是除了虾酱用Soft 更好 expos 除了 Mr.Hee 和其他的浴ila 所谓如何看是哪一道 吃知资浴油鱼鱷iat 怎么会是 我真的不知道 吃些什麽就好 后面那些有什麽特别 煲仔饭 先头我们想吃煲仔饭 黄鲜饭、田鸡饭 68元是两位 其实也不算太昂貴 2到4位 很大煲 窩蛋牛肉饭 后面这些是主食 不一一细数 鱼香茄子炖米粉 这个 金牌肉丝煎面 主食吃这个 好吗 挺好的 干炒牛肉 肉丝煎面 48元一粒 也好 是这种传统的做法 蚝油拌 中间有肉丝 冬菇 边边这些是脆的 我食法是什麽 你把脆和不脆夹在一起 还有这些煎面就好了 有些煎面 这些煎面是整体夹得起的 是呀 这些煎面 真的 这些煎面 真的 这个就不会了 最重要是散手手 这个好 这样可以慢慢夹起 中间就是芡汁 这边吃的时候有脆 又有不脆的 我认为漂亮的煎面 是需要有这些煎焦了少少的 这样才是最好吃的 试试 小时候 我最记得最好吃的 我说小时候 就是在北远酒隔 小时候去北远酒隔 经过那时可能又肚饿 旅行 刚回到一家人去北远酒隔 在那时读错足 是用那种热身面做的 是吗 就是不算很硬很硬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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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炒牛 濕炒牛 芡汁又不算很糯 又不算很稠 刚好 结果搭着又不好吃 嗯 嗯 都是要将那些 嗯 脆的面 推向芡汁 这样 浸浸一点点 这样更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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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葱 一份羊也可以 等一等 比想像中多 只要我繼續吃麵 這些軟的部分也挺好吃 連這個也來 這個真的是士椒炒 有豆豉、辣椒和黃鱔 只要我還未吃這個 先試一下這個 這個甘筆 有肉 下面那些 還要斬開乳鴿頭 讓我夾到這些有肉 又有腿 大乳鴿 看看這樣的食法 有沒有什麼不同 也有侵入味 還有那些鑊器 也算是有鑊器 這樣 夾一些辣椒 這是辣椒辣椒 這塊是焦的 雖然它不夠滑 好像我們吃 遮甜雞 那些 淡淡肉 但是 味道夠 這塊 還有燒肉 既然這樣說一下 這裏的交通路線 這裏是位於河南 這裏的 看不見 星星那裏 就是紡織碼頭 紡織碼頭 就可以坐渡輪 過到對面 就是天治碼頭 我們經常帶大家去走天治碼頭 大家應該知道在哪裏 天治碼頭 一直往北走 已經是北京路 但是 紡織碼頭 你要做一件事 不知道它會不會停船 因為我上次就遇到過一次 如果不坐船的話 怎麼辦呢 在這裏 一路走 沿著我們剛才走過那段路 一路走 去到南華東路 這裏 就已經是江南大道北 即是說 那裏就是 市義公地鐵站 如果這裏走回去市義公地鐵站 大概需要 大路好小路好些 需要9分鐘 應該蠻好走 但是市公地鐵站 一出來 往北走 經過小廣路 就過得到來 挺方便的 我繼續吃乳鴿之後 試一下 鮮 焦焦的 好吃 這些 剛才那一塊 還焦焦 這些也焦焦 好吃 老婆已經在吃黃鮮 斬口不絕 嗯 至於乳鴿呢 因為經常吃紅燒 試一下新花褲 都不錯 對 在其他地方不常見 很少有 就是炸的 簡單的 就是炸的 嘗嘗魚鴿 這些就是跟朋友來 燒焦最好的地方 魚鴿真是念念不忘 也不算多油 因為焦焦正常 可以油 也要油 油 沒有油 不行的 入味 沒錯 有些燒肉 有些燒肉 燒肉之後 它就會出油 加熱一點 這樣就好吃 接下來試一下黃鮮 老婆讚嘴不絕 她很喜歡吃黃鮮 是這種厚片 想去吃冰鎮黃鮮 即是 就是這種 潛口碼頭 這個不是冰鎮的 就是這種 質地的鮮 就去到那個叫同福 中 中 我忘記在哪裏 總之很遠 這個 好吃 我覺得比魚鴿更好吃 這些厚肉 很厚肉 好像鰻魚一樣 接近 接近 又夠鍋氣 還有油 也不算多 正常也是 正常 這些是跟老友記 摸一下酒 摸一下酒杯底 吃的粵菜 最可惜 其實我最期待 是他們的炸大腸 但我未看過圖片 但炸大腸在裡面 太肥了 它不像瓶瓶瓶 瓶瓶瓶的 剛剛好 這個比較肥 但這個好吃 很好 很好 嘩 豉 又喜歡吃遮遮煲的話 最好 因為黃線 遮完後 特別香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吃個炒麵 煎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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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慢 不過價錢 便不算便宜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不需要用爽的 多數是用軟的 什麼 老婆在說這道菜 這道菜 肉夠厚 不好吃 再吃 女兒沒有 黃線 它是用這種菜椒 一點都不辣 但是乳鴿 是用辣的椒 但又不會太辣 這種 空口食 一點辣味都沒有 那個空口食 辣椒很好 有一點辣味 但是又不會搶到乳鴿的味道 都是這個 用的有夠粥 又有九黃 又有多 又有冬菇 還有那個軒汁 最好吃 不會太鹹 慢慢吃 吃飽之後 再帶大家去附近 現在才適合那六點 吃飽飽了 再看回這裡 原來是在騎樓底下 那些燈牌 真是很少餐桌 樓下有四張 樓上應該有一張大桌 有兩張小桌 也就僅之異議了 真的要坐在旗樓底吃 我們吃飽飽了 最終埋單 170元 雖然未算得上位私房菜 但裡面應該十張桌都不夠 我們走才有一台客桌 現在六點半都不夠 真的要等位 味道是很家常的 就不是那種很千篇一律的味道 而且不會太鹹 即使是 可能是宵夜菜 也好 精材 材料 材料 夠用心 即使是 譬如 這些乳鴿 新鮮乳鴿 鮮乳鴿 雪藏乳鴿很小 是的 我們在這裏 出去紡織碼頭轉左 在南華東路尾 這裏 如果要去 試工地鐵站 就要這個方向走過去 但是如果突然間 你覺得我想去 天字碼頭去北京路 就在這個方向走過去 我們現在 就走去紡織碼頭看看 這裡 我現在走這個地方 就叫草方圍 我以前經常記錯名 就叫草草圍 草方圍 很多海豬區的觀眾 會笑我 如果去到農曆新年之前 要走花街 這裏就是其中一部份 就在前面 這裏附近都多餐廳 這裏又有一個 這裏不是 這裏是人家的家 對面還有一個 這裏是楊山雞的 也是不錯的 然後在前面 這裏走出去轉左 大概就是這裏 這個位置 在這裏後面 還有東湖酒家 又不是這裏 這裏是一個檢測機構 大概這裏走出去轉左 有東湖酒家 裏面就是楊山農家雞 如果喜歡吃些 有味道的粵菜 老字號 但是環境就不算 很飆青那裏 就可以過來這裏 一定選擇得到 至於要坐得好些的 東湖酒家 對面就是仿燒碼頭 不過現在是改造鐘 即使不是改造鐘 還是改造鐘 我們都不會坐船過去的 就是這裏 在這裏就可以坐船過去天字碼頭 我相信各位觀眾 看完這裏影片 跟著回來玩的話 到時候仿燒碼頭 應該都已經搞好了 它應該是裝修的 它蒙著了布 就是這個 哦 24年1月6日起 簡直已經停運了 什麼時候重啟呢 不是道的 可能農曆新年之前 應該未必搞好 它是搞這些裝修 有師傅在那裏搞的 便如此 就算在這裏 慢慢走一下 奔江這裏 領略一下風景 也是挺好的 很漂亮 對面 這裏看過天字碼頭 你看多漂亮 不坐看看也好 老婆完全不懂路 吃飽飯 她是往反方向走 去海珠廣場坐地鐵 就不要再試移工了 在這裏 對 在這裏 比如說回去北京路 有沒有船坐 那怎麼辦 上次日光日白 都跟大家說過一次 要不去試移工 走路去 但是試移工 剛才那些路 就沒有那麼好走 小廣路 就是爛屋那裏 第二就是行斌江 當然是行斌江 一定是行斌江的 對面又有幾多餐廳 早前都看不到 又有肯德基 又有咖啡店 又有九吋 不知是什麽的 還有這裏有東湖酒家 分店 這裏也有一家 上邊還有 還有東湖開了 先頭如果那裏不吃 東湖都可以 東湖酒樓 因為酒家被人自拍了 是的 剛的對面就是廣州酒家 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這裏都是分店 不是總店 總店是裝修中 文昌北路十浦路那間廣州酒家 要等到明年農業新年 就差不多整好 這裏是九吋吃燒烤的 上邊是東湖 1988 挺漂亮的 新裝修 挺好的 這些如果到時 現請親戚朋友 都不錯 老實說 先頭我們去食飲 各方面都好 至於環境的 見人見智 又是唯獨交通 真的沒有那麼好 如果 試工走過 你要懂路 走光臨大道北 就是分沙街那裏 這樣往右轉 但萬一你過了去 近江南中那邊 你要過那條橋 就很痛苦的 一定要在漢記面館那裏 一路走一路走過來 於這裏 天字碼頭再往前行一點 就是華夏大酒店之前 早上經過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過 再來前邊這麼漂亮 這麼光 那裏 華夏都挺密的 挺密的 入住率也算高 算高 再前一點就升環廣場 經常有明星看 因為英皇娛樂處 廣州辦事處 其實就在那裏 據說今天還有人見到 關先生 在那裏吃吃飯後面 為何有個明星 就是關先生 飽飯在這裏走走 都繼續往前走 在這裏走到過去 海珠廣場地記站 好像我們那樣 慢慢走 吃飽飯那種大概15分鐘左右 去到夏天也不會太熱 因為上邊是有很多樹蔭的 到農曆新年之前 行花街那時 這裏就刺激了 我認為這裏是最舒服的行動 因為有個崗 不像北京路那些 我們熟路就無所謂 如果不熟路 其實去到北京路 都頗困擾 你看完全部都是人 那也是 行花街都是看人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慢慢走 找些舒服一點的地方 但是又不要去到天河 我覺得去天河 地球中心是沒有味道的 可以去龍津路市場行走 的話 這裏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些江風吹來 好像現在這樣 你看我穿短袖都可以 給一個美食推薦大家 一路往前走過了海珠橋 橋底往前走少少 有兩個地方吃東西都好 第一個就是狗野路邊雞 好吃 嘗嘗 嘗嘗 嘗嘗雞 雞來說就算了 對 既有名氣又有味道的話 這兩樣都有的 那是其中一個 沒錯 剛才那裏不是有間路邊雞嗎 剛才那裏是甚麼路邊雞 對面又有一間路邊雞 是嗎 是嗎 不過還未開門 我們煲仔飯那裏也是吃路邊雞 但是為何我們不吃煲仔飯呢 我們見到它還未開燈 不知怎樣 所以就 對 但是又有人吃東西 這樣就很奇怪 那裏是老的店鋪 但是就不知怎樣 所以決定走多兩步看看這間店 幸好有位 是 它還要這樣 它是真的米芝蓮的 這麼小 一定不是營銷回來的 你營銷回來我只有幾張桌子 怎麼營銷啊 是吧 還有它是沒有掛快牌出來的 它是餐牌在這裏見到的 這樣 慢慢走慢慢走 看到前邊 那裏有個靠叉 有個綠燈 那裏就是海珠橋 是吧 很方便 只不過不開燈 為何今晚不開燈 7點鐘應該是7點鐘開燈 大概我們走到去坐地鐵的時候 它就會開燈 我猜的 上次經過一次 剛剛撞正開燈 還有現在其實都不太晚 只不過是6點8個字 現在才剛剛下班 因為一年之中 現在就最早黑了 還有因為這裏樹音夠多 上面全部都是樹 但是在這裏走 就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像我們這樣 靠邊走 再跟大家說一下具體位置 看到對面有黃色燈那裏 就是上次我們吃星圓飯店 直接星圓飯店那幾個字 我都看到的 挺方便的 再往前走一點 就已經是銀行 華夏大酒店 講回上星期一集 大家如果回來這裏遊玩 星圓飯店吃東西 吃完鍋 可以華夏大酒店過來很方便 有觀眾說住哪裏 其實華夏也是比較好 是華夏 我每次都推薦華夏 因為機會在廣州藍站過來 又不用轉線 乘巴士回到香港的門又可以 又去到機場 即是樓下你又可以坐巴士 是的 就算在香港機場下機 都可以坐中旅巴士回到島嶺 而且亡崗 又望江得來又不貴 即是都不算 又在老城區 地鐵二號線一步之遙 又有六號線去黃沙也行 都沒有甚麼 你坐過在這裏 基本上你去天堂也行 是的 即是中心比較 中心也有江邊 是的 它算是甚麼呢 在旅遊區的邊邊 但又不是核心 核心那些很貴的 很窄的 邊邊一點點 但交通又方便 好像這些地方 不講望江 只有一個 就是早期集團 跟大家講的是歐莊 歐莊 歐莊就是講到天河 東山口 就不同這邊 這邊就是西邊 和公園前 你住廣濱都可以 價格手為貴一點點 那麼多而已 後面就是廣濱都可以 我認為華夏會更漂亮 我認為華夏會更漂亮 還有之前有觀眾說過 他住過被升級了 升級房間 不知道升到28樓 38樓 我忘記了 挺好的 華夏大酒店 一早起床去附近 喝下茶 坐二號線 去路士宮 天一酒店 喝茶又可以 又或者坐地鐵 六號線 三個站 去到黃沙 去沙面 喝茶又可以 真是太好了 講到好像我也想住 好了 我們上橋了 來到海豬橋底了 正前方是我先頭提及的 狗技路邊雞 可以試試 如果大家對白切雞 這東西很喜歡的話 可以試試 至於上邊就是海豬橋 如果大家想上來 狗技路邊雞 最好的辦法就是 海豬廣場地站出來 走過來 走過海豬橋 就可以去到狗技路邊雞 我們現在先上去海豬橋 走過去海豬廣場 很方便 但我們都不打算等了 據說還有幾分鐘 但我們都不打算等了 如果適合時間 晚上來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拍到海豬橋 三個字 在這邊還可以看見 崩崗路的車來車往的情景 旁邊就是狗技路邊雞 但原來那個飲飲飲食 樓上還有一個露台 坐得挺舒服 於是在這裏 一路走過去海豬廣場地鐵站 就剩下五分鐘左右 就會到 這邊過去 就是可以去得到一德路 所以先頭我說 駐華夏有甚麼好處 就是這樣 走過去都不太遠 不過最好坐地鐵 好像是一個站就到一德路 我正在說的是 是 經過不遠 我們來到海豬橋的北邊 在這裏一下去 就是海豬廣場地鐵站的A出入口 是否非常方便 幾步路就走下去 但這裏就要走樓梯 沒有手扶梯 因為始終比較舊的地方 下面很多年輕人在拍照 這個門戶穿得多新潮 同時海豬橋亦亦都剛剛開燈 是剛剛 因為剛剛7點了 挺漂亮的 剛剛好 大家遷就時間 可以在這裏演出漂亮的照片 這裏演出海豬廣場地鐵站 這裏是海豬廣場地鐵站 2號線和6號線的交會 我們剛才在這裏出來的 吃完飯就過來這裏 這裏一個站可以去到一德路買海味 然後一個站文化公園 即是上下九 沙面 領展 這裏才是領展 後面那裏就不說了 這裏還可以轉線過來方村 這裏是第一個方案 這個方案是海豬廣場 你可以一個站往北 去到公園前 就是這個公園前 公園前 你一路坐一號線 一路坐 然後來到西朗 再去佛山 厲害了 一路去到佛山 這裏佛山 這裏其實來市中心很近 很近 千燈湖 千燈湖 但是很貴 這裏已經是佛山 這裏已經是佛山 南海很貴 這裏也不夠廣州 這裏是 如果要去順德 都是這樣的 這裏一路去 這裏就是廣州南站 一條線直落 所以為何經常推薦 大家在海豬廣場住 去到南站便方便 一條線 在南站便可以去到順德 順德有兩條線 順德便有兩條線 山有三條線 對 上次我們去吃燒鵝 就是這裏 錦龍站 食燒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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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結束 要回家了 分享這裏影片 給你的朋友 或是幫我們點個like 記得回到海豬廣場附陪 很多東西吃 很多東西玩 拜拜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